所以就是我等一下上完課 又要回去 證交法的案件沒有那麼好處理 那比如說你錢匯到海外去 那可能台灣抓到你洗錢 或者是說國外有沒有可能會抓到 有可能啊 因為你大筆的金流 你只要就是每個國家不一定啦 就是說你超過多少 就是假設100萬 假設10萬美金好了 隨便講 10萬美金只要超過10萬美金 在幾個月一段期間你以內 你轉超過10萬美金的錢出去 這是有可能有洗錢的疑慮 那在當地 比如說巴拿馬的警察 就開始就找你去問 或者是他們有點類似什麼金融機構 金管會啊 或者是說當地的檢察官 就直接傳你去問話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那問題是說 那你在國外所取得的證據 你講出來的東西 可不可以作為證據之用 那因為這個東西呢 不像是你在念國公的時候 通常就是說我們有友好互惠嘛 就是我現在幫你 那你之後你也要幫我 但是在刑案裡面 這個互惠原則並不足以作為 肯認證據能力的依據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交互結問 沒有對職結問 你人在國外講了什麼東西 你就跑掉了 然後呢 如果我們要用你在 比如你在巴拿馬 在某一個不知名的小鎮 因為我真的對巴拿馬 我只知道有蘊荷 所以呢 就是說你在巴拿馬的某某證 某某警局做的筆錄 你要拿進來當證據 然後呢 你人是沒有進來 因為傳聞證據就是 直接拿審判外的陳述 當作證據之用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在巴拿馬講了什麼東西 我怎麼知道 第一個我不知道 他這個筆錄是詳細記載 還是檢要記載 這個我們不知道 再加上訓問環境 當下到底是怎麼樣 你沒有律師在現場 不可能到國外執行律師業務 那 你不可能說 那個我有請律師 現在請我台灣的律師 現在立馬 飛到巴拿馬 就是陪我做筆錄 這不可能 不可能 好 我有個當事人 在大陸被抓去做筆錄 他就跟我說 王律師我現在 你現在去訂機票 好 然後你所有的損失 我幫你負擔 好 就是說我如果本來要開庭 本來要幹嘛 他全部幫我負擔 然後呢 你訂一張 最快到北京的機票 我說你不要鬧 好 就是 這個不可能 好 我就說呢 你要不要呢 就是 請當地的律師 他說好 那誰 你要自己找啊 你要自己找 你不能都這麼任性 就有些當事人就是 他們沒有那個 就是弄台商嘛 他們沒有地域的觀念 他們就覺得 台灣大陸一起的 好 那 就是 就不可能啊 好 所以呢 很多情況是 如果沒有律師在現場 那你有說 意思 如果你人在巴拿馬 你要怎麼知道 就像他 我那個當事人 他說那你要找誰 他信不過啊 好 那 是不是說我今天 隨便找一個律師在現場 就有用 這個當不可能啊 好 就是說 這個巴拿馬的律師 他就這樣子進來 你說你會講巴拿馬話嗎 巴拿馬應該是講西班牙文吧 我不知道 反正絕對不會是講中文嘛 對不對 好 那 就是說 那今天一個巴拿馬的律師來 你有辦法跟他溝通 他有辦法給你建議嗎 這書難想像 這真的書難想像啊 這不可能 好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是在沒有律師援助的情況之下 去做這個筆錄 好 那 你也不要痴心的妄想說 巴拿馬的警察 會用中文問你話 會對你做權利告知 絕對不可能啊 不可能 好 你說 我要請求 請求同意在現場 你當然可以請求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所以如果你們有 就是 有到巴拿馬做筆錄的食物經驗的話 麻煩 告訴我 那 應該是不可能 所以你中間要怎麼樣問話 其實這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因為 這一定是一片混亂 那你要把這樣子的一個證據 拉進來 好 比如說他在巴拿馬講了 錢是誰叫他會的 這筆錢是誰的 也就是說他交代了這個金流的流向 好 就是說 他在巴拿馬認了 好 說 我確實有提供我在巴拿馬的帳戶 然後呢 做一個行程的動作 他認了 然後人跑掉了 好 那 我們 假設我們是這個被他指證 起承的人 好 那 檢方 用了 在巴拿馬這個證人的陳述 作為證據 寫在起訴書的證據清單裡面 好 那 我們有沒有辦法 這個人跑掉了嗎 好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對這個人去行 罪子結論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好 那 檢檢今天也想說 因為這個帳戶的所有人 你在巴拿馬馬 好 他有可能是一個人頭 或者是 我們派去的一個人 都有可能 但是說他現在人跑掉了 好 那我們也不可能找他來 那你有沒有洗錢 好 那 只有他可以證明 好 那所以就只剩下這個證據啦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 好 那有沒有對子結論 沒有對子結論 好 那現在就限於兩人喔 如果你是被告 你就是一路咬到底啊 說這個人呢 我們沒有辦法對子結論 我們要排除他的證據能力 好 不可以用這個 好 審判外的陳述作為證據 好 很多學說 就是 很多研究生啦 都是會 對於食物的運作 都會 一味的批評 好 但其實這樣子 不是很OK 就是說 那他沒有對子結論 就不要用就好啦 好 這樣子有耶 就是人權的保障 好 可是 這也是我這幾年 交出了一個改變啦 以前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 也是批評食物批評的 很開心啊 這個爛啊 然後 就是應該要怎麼樣啊 違反人權保障啊 然後呢 當你出來當食物的時候 那 食物界的人就會跟你講說 你講這些 我不知道嗎 我知道啊 可是我怎麼辦 我需要證據 那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啊 好 你說不要用 好 洗錢的 這個犯罪 好 你不要用 承判外的陳述 不要用這個證人 在巴拿馬獎的東西 好 那你告訴我該怎麼抓 這確實是一個兩難啦 真的是一個兩難 那開始就是說 我跟你們跟同學講這些 只是說 你在批評食物的時候 你腦袋要多一個聲音是 那食物該怎麼辦 好 你現在習慣性的這樣去想 除了你考試有幫助以外 你以後可能會是當 法官檢察官的人 那你確實就要想這個問題 但是你在準備考試的這幾年 好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 等你真正變成時任的檢察官的時候 欸 你是不是就會比較有一個想法 就說欸這個問題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我想過了 該怎麼處理 那現在開始呢 就是 關於這種在國外取得的證據 就開始實物上有一些解套啦 只是說 這個解套並不是做得很成熟 好就是說我們去確保呢 方法有很多 有一種是 台灣的檢察官直接呢 率隊前往 國外 然後呢 有些會讓你問 有一個澳門的案子 是直接讓檢察台灣的檢察官問 這個 有點怪 難道說 澳門是我國領土之延伸嗎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因為檢察官的職權範圍 僅限於中華美國境內 好 台風金馬 就是說 只限於境內 那你怎麼可以到澳門去 侵蝕檢察官的職權 就是對於證人為訊問 這件事情 你當是不應該做的 但是實物有過這樣子的案例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 台灣的檢察官把要訊問犯人的問題寫下來 然後呢 讓當地的檢察官來問 這確實是一種變通的方式 好 就是說我不到國外去 直接行駛 但是基於平等 友好互惠這樣子的一個 國際法的法理 你讓台灣的檢察官可以在現場 好 那台灣的檢察官在現場 他其實也沒有做什麼 他就是確保程序的正當性 就這樣而已 好 那為什麼不能直接問呢 主要就是因為 這個並不是在中華民國境內 好 並非我國領土 所以呢 我們沒有辦法在國外行使 好 檢察官的職權 這個是一種 好 那另外一種呢 好 就是直接承認 好 直接承認 國外的警訊筆錄 或者是檢察官的訊問筆錄的證據能力 好 那這個理由就各式各樣 就是